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天的制造工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曝光机的解析度。 而通过双重曝光或多重曝光,可以在曝光机本身所能够提供的最小解析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缩小、金属兼具,提供了一种继续提升解析度的方案。 在EUV曝光机出现之前,双重曝光或多重曝光曾经被广泛应用于提升静默式DUV曝光工艺的解析度。 目前,艾斯摩尔的主流EUV曝光机是第一代树枝孔径NA为0.33的型号,其单次曝光最小解析度LS间距或Tip-to-Tip间距可达25至20奈米。 而如果采用双重曝光,其最小解析度则可以达到15至20奈米。 为了使晶片的面积和成本更优化,越来越多客户运用, 即紫外光双重图案化技术EUVDouble Patterning,来制造比EUV曝光本身解析度极限更小的晶片特征。 基于EUV双重图案化技术,晶片制造商需要将高密度的图案分成两个步骤, 并产生两个符合EUV解析度极限的光照, 再将这两个图案在中间图案化薄膜上结合,然后时刻到晶圆上。 虽然双重图案化能有效提高晶片特征的密度, 但这不但会提高设计和图案化的复杂性, 也增加了消耗时间、能源、材料和水的制成步骤, 造成晶圆厂和晶圆生产成本的增加, 同时还可能会让两种眼膜之间的对准出现误差风险, 降低晶片效能和功率效率,并导致良率降低。 在这种背景之下,全球半导体设备大厂Applied Materials 近日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图案化技术, 可协助晶片制造商以更少的EUV曝光步骤, 生产更高效能的电晶体和互联布线Interconnect Wiring。 Applied Materials为协助晶片制造商在持续缩小设计之际, 却不增加EUV双重图案化的成本、复杂性以及能源和材料消耗, Applied Materials已经与一流客户密切合作, 开发出了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 现在,晶片制造商可以转印单一的EUV图案, 然后利用Sculptar系统在任何选定的方向拉长形状, 以减少特征之间的空隙并提高图案的密度。 由于最终图案是通过单一的光照所产生, 不但降低设计和制造的成本和复杂性, 也消除了双重图案化对其错误所带来的良率风险。 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 首先直接使用一次EUV包括, 同时留下LS线条图案及Tip-to-Tip图案, 然后通过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对Tip-to-Tip的图案进行拉伸, 使其间距缩小到指定的解析度。 若以一个实力对比, 比如复杂椭圆形阵列, 如果用EUV双重曝光, 则需要先用LEE完成其中一半图案, 再用LE2完成另一半图案。 而使用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 只需一次EUV曝光即可完成。 简单来说就是, 原本需要两次EUV曝光才能完成的过程, 现在借助Applied Materials公司的Centura Sculptar图案化系统, 就只需要一次EUV曝光就能完成。 Applied Materials进一步解释称, 采用EUV双重图案化不仅仅是两次曝光, 而且还需要增加一些制程步骤, 一般包括CVD图案化薄膜沉积、 CMP清洗、光阻迹沉积和移除、 EUV微影、电子数量测、 图案化薄膜时刻和晶圆清洗。 据其介绍, Sculptar系统可以为, 需要用到EUV曝光的晶片制造商来说, 可以带来不少的效益, 包括每月10万片出智晶圆Wafer Starts的产能, 将可节省约2.5亿美元的资本成本, 每片晶圆可节省约50美元的制造成本, 每片晶圆可节约能源超过15000瓦时, 每片晶圆可直接减少约当0.35公斤以上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每片晶圆可节省约15公升的水等。 Applied Materials资深副总裁, 继半导体产品事业群总经理表示, 新的Sculptar系统充分证明了材料工程的进步, 可以补强EUV曝光技术, 协助晶片制造商最佳化晶片面积和成本, 并解决先进晶片制成日益增加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Sculptar系统独特的图案成型技术, 结合了Applied Materials公司, 在带状离子树Ribbon Beam和材料移除技术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 为图案化工程师提供了突破性的创新工具。 英特尔副总裁则兴奋表示, 随着摩尔定律推动他们实现更高的运算效能和密度, Centura Sculptar被证明是一项重要的新技术, 可以帮助降低制造成本和工艺复杂性, 并节约能源和资源。 英特尔将立刻部署Centura Sculptar技术, 以帮助降低设计和制造成本流程周期时间和环境影响。 据海外媒体3月上旬报道, 英特尔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英特尔自认为等校业级2奈米的i米级工艺节点, 英特尔20i米和英特尔18i米已成功流片, 也就是有相关设计定案及规格、材料、效能目标等均已基本达成。 此外,英特尔的代工服务IFS目前已经有43家潜在合作伙伴正测试晶片, 其中至少7家来自全球Top10的晶片客户。 2021年,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公布了IDM2.0战略之后, 英特尔开始全力推进先进制程技术和代工业务的发展。 按照英特尔的路线图, 提出了4年量产5个制程节点的计划, 致力于在2025年重新取得制程技术的领先地位。 目前,原始奈米工艺的Intel 7节点已实现大规模量产, 并用于客户端和伺服器。 原先7奈米的Intel 4节点已经准备就绪, 为投产做好准备, 预计2023年下半年基于Intel 4的Meteor Lake将量产。 Intel 3正案计划推进中, Intel 20i米将于2024年上半年量产, Intel 18i米将于2024年下半年量产, 预计相关产品将会在2025年推出, 届时Intel将重新取得制程技术的领先地位。 在封装技术上, Intel的2.5D封装技术EMIB已应用于量产产品, 同时不断推动3D封装技术, 以进一步增加单个设备的电晶体数量。 从Intel公布的封装技术路线图来看, 目前EMIB封装技术的裸片间距可以做到55微米, 而3D Fulveros封装技术的裸片间距可以做到50微米。 而在未来, Intel希望将EMIB封装技术的裸片间距缩小到30微米至45微米, 3D Fulveros封装技术的裸片间距, 进一步降低到有焊料的20至35微米, 或无焊料的小于20微米。 代工业务方面, 目前全球需要晶圆代工的10家最大客户中, 有7家正与Intel积极探索合作。 比如, 在2022年7月, Intel和联发科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未来联发科将利用Intel代工服务IFS的Intel 16工艺制造晶片。 重点是, Intel未来最先进的Intel 3以及Intel 20与18A米也都将会对外开放, 直接对标三星乃至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